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如老人的伦理讲要 伦理最后一篇 谣曰篇 谣曰有三章 三章经书 最后一章就是第三章 这一章书 洪老夫子给我们讲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不知理无以利 不知言无以知人 我们刚习习完 伦理 最后一篇 最后一章经书 那么伦理 最后面 这一章 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君子知天命 不知理无以利 不知言 无以知人 那么这个三方面 很重要 那么在第二个 不知理无以利 在目前 更是显得特别的需要 因此 我们 这次 要跟同学一起来 分享学习 徐如老人的 许如老人的 讲记 就是 论语讲记 我们 分享学习 一遍了 那后面 我们是用讲要 那么这一次 我们是 接着 这个 论语讲要 最后一篇 最后一章书 不知理无以利 我们 采用 写如老人的 常理 只要 讲记 要跟同学 大家 一起来 分享 学习 常理 只要 讲记 这个 这个也是 衔接 我们这个 伦理 这个 最后一章 经书 不知理 无以利 不知道理 这个人 在社会上 就没有 立足之地 因此 懂得理 就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 我们 衔接 伦理 讲要 来 学习 写如老人的 常理 只要 讲记 如果我们 不学习 这个 常理 只要 那么 我们真的 就是 不知理 无以利 在 还没有 学习 之前 我们 先 介绍 写如老人 那么 编这个 常理 只要 的 一个 因缘 孔夫子 曾经 说过 入其国 其教 可知也 其为人也 公 简 庄 敬 礼 教也 取理 也说 道德 仁义 非理 不成 教训 正俗 非理 不备 可见 修身 治国 皆 虚 有理 但在 民国 武士 时代 一般人 竟然 激烈 反对 礼教 高喊 礼教 吃人 会 打倒 不可 后来 礼教 果然 被 打倒了 政府 拨迁来台 在 台湾 还有一些人 还在 反对 礼教 血路 老人 这个时候 自为 悲悯 非常的 慈悲 怜悯 这些 人 于是 依据 取理 及 有关 礼貌 等书 参着 时代 情况 编了 这本 常礼 主要 印证 社会 人士 并且 亲自 在 大学 讲授 悟其 崩坏 的礼教 能够 复兴 礼记 经解 说 礼之 教化 也 威 其 子 学 也 于 未 行 使 人 乐 习 善 远 罪 而不 自知 那么 这个是 礼记 这个 经书 里面的 注解 也 讲到 这个 礼的 作用 这个礼的 教化 防止 邪 于 未 行 在 无行当中 就防止 这些 邪之 邪剑 的污染 那么 使人 天天的 这个 往善的 这方面 远离 罪恶 而不 自知 无行当中 有 习善 远 罪 那么 常理 吉耀 这个书 翻译了 很多 很多 版 反对 礼教 的人 看到了 自然 看不顺眼 但若能 平心 静气的 读一遍 当可 无行中 接受一次 见证 至于 普通人 读了 以后 总会 不自知的 获得 不少 益处 不知不觉 获得 很多 利益 这本 小册子 以往 就在 这个 维系处 尽其义务 但 这样 都是 长期 默默 推行 这个书 印了 几十年 意不到 一个 同道者 也难免 有 寂寞之感 这个书 推行以来 印出来 四五十年 有五六十年 有了 现在好了 国际的邪恶势力 直向我们 冲击时 政府 勉励国民 庄敬至强 端正礼俗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礼之所在 就是 道之所在 互兴礼教 就能使道德仁义 根深蒂固 有了道 则一切 邪恶势力 多归乌有 这本小册子 不再感觉寂寞 那这个 我们现在 中华传统文化 那么 有很多人 开始学习了 也有很多人 在学习 常理举药 因此 现在翻译了 就更多 分送给各界人士 勉励大家一起来学习 希望大家 认识中华文化的根基 信资 信赖有道 信赖有道的政府 人人推行礼教 发挥道力 个人与国家的全途 皆无限的光明 那么以上 就是简单 就是简单 跟大家介绍 协助学习老人 当时 他编这个 常理举药 的一个 缘起 那今天 先跟大家 讲到这里 下面 我们下一次 这个 根据 雪如老人 讲的 常理举药 讲迹 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